好像似乎散人 我又没这个身份啊 似乎散人 所以讲出来 还带小抛呢 这是在王多禅寺 一个老菩萨 常住在这里的 有一个问题 他写了一大章 就问了一个 重点 我就讲 简单的 赶上另一下 他就说 他住在王多禅寺 经常看慧离法师的蝶片 非常深关喜心 然后呢 他讲了 他现在因为心肠毛病 非常厉害嘛 他不能前来 拜见师父 所以感到很遗憾 然后他又说了 他念佛了 现在王多禅寺 有就是闭关念佛 有两种 一种是静静的 七天的 一种是十天的 百万佛号 然后他像参加 百万佛号闭关 然后他又不 觉得百万佛号 每天就是 阿弥陀佛 十万身了 他可能体力上不行 他心里有点就是 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 然后他说 请师父开示一下 师父一直讲 我心结识 弥陀念佛 念佛念到心 他这个怎么什么词 念佛念到心什么佛也 就是 心空佛也望 他写得非常吵 因为我没水平 师父挺原谅的 然后 他说我现在也要参加闭关了 这个环境因为 敬会师父 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殊胜的环境 他说我一定要听惠雷师父高尘大德的话 把万元放下 一起念佛 然后他说他取哪一种比较好 还是十万佛号 因为他有心脏毛病 一直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念的话 可能体力上支持不住 然后还是取另外一种 就是 老佛呢 可能他体力又不行 他说还是取时间的 我就慢慢念 要按小时计算 行吧 请师父开始 阿弥陀佛 修行不是在计算佛号多少遍多少遍 不是在 要按照自己的体力能力 心脏负荷不了 千万不要这样做 心脏负荷不了 千万不要这样做 我们做事要做有把握的是 一边看医生 看看心脏怎么样 但是呢 如果你的体力真的不行 那么就用你的现在所有的 剩下的 你能够付出多少的体力能力 而不影响到你的心脏 万一不小心了 死亡了就麻烦了 对不对 念了念到心肌梗塞了 怎么样子 所以你看 依体力来判断 好的 不是依 灭佛的数量判断 好的 我一定把这个消息 好消息 是的 让他能够 几岁了 他大概七十多了 七十多了 多到多少啊 七十 七十四了 也差不多 他是一位老师 其实是 因为你年岁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皈依三宝 我们不是要自行皈依 已经皈依了佛陀生三宝 然后 也就是说 也领来皈依症 这在思维 在我们开始说 这形式上的皈依 要真正皈依佛法生三宝 一教奉行的 是我们最主要修习的功课 还是万元放下 是我们一辈子要修行的功课 然后就是说 还有 有些同学啦 有这样的现象嘛 皈依了三宝 他看到一个善知识 非常深欢喜心 他然后又做一次皈依 第三个看到 又非常深欢喜心 又做了一次皈依 这样如法吗 这没有什么不如法 善才同时啊 也也也也也 也参得好 肚子善知识啊 这个不叫如法不如法 神欢喜心就好 那命真没有什么关系 好的 可以拜好 好几位上人师父的这个 没有什么过爱 喜欢就好了 好 能回答 师父还有就是我们在 就是迷途经也讲 不可以 往生不可以守 佛的因缘 佛的因缘 善根 对吧 那个因缘我们已经有了 佛的 就是师父刚刚 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 带队的 也讲了 这个问题本来我也想问了 他也给我带问了 我就不问了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 好像我自己来说 很惭愧 心也不进不下来 有时候念佛 万年非常之多 事物也比较多 是不是 我把当前 我想这些事物 还是要做嘛 处理好 然后有这样的机缘 尽下心来 好好念佛 还是一遍念佛 佛会上修 是的 这个所有的工作 都不会一直到修行 是新的问题 不是说把工作放掉 我一心念佛 就真的修行 那个就是 十尺其比 都不是佛法 就在一起 就是佛法 不用死 也不用死 就是佛法 不要老是用搞 而言对替的东西 七十字箭 都是生命的心 这个不是佛法